8月30日中国大型女子偶像团体SNH48专属表演基地 SNH48新梦剧院正式开业 当天下午来自全国的近百家媒体和在场的政府领导们 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两位SNH48的留学生 公泽左江林木玛丽亚也是远道而来 和成员们一起经历了开业典礼 据悉所有SNH48成员当晚会为在场的数百位粉丝 带来近20首的表演曲目 这也是SNH48首秀时隔7个月以后 再度为粉丝带来精彩的演出 对我们来 vai 放在屏幕里面 当 Home 回去试炼过的是荣幸 最爱的好惊喜 天爱的梦里 全部是千万千千道理的明天 我一愿再无敌 你属于我的属于你 都是爱的你 SNH48新梦剧院 是国内首个为偶像团体 量身打造的综合性专属剧院 将逐步实现365天不间断的公演 而经历了一年的蛻变 更贴近SNH48成员个性的新版 16人姐妹哥也将首次披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